週一 在聖彼得堡 人們繼續前往臨時紀念碑獻花 當年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 47歲的納瓦尼上週五 在西伯利亞西北部的監獄中被宣布死亡 當局派人收走鮮花 清理臨時紀念碑 據報導 俄羅斯當局週末在39個城市 逮捕了超過380名向納瓦尼獻花的群眾 當天 納瓦尼的遺孀尤利亞 在布魯塞爾會見了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他還與歐盟外交與安全事務高級代表 何塞浦·伯雷利以及歐盟外交部長一起出席會議 部長們向尤利亞和俄羅斯反對派表達權力支持 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應該對納瓦尼之死承擔責任 德國外交部召見俄羅斯大使 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普京政權 我們承認這最強烈的 並向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歐盟理事會主席 以政治為主席米歐盟理事會主席 尤利亞表示 但是 納瓦尼被普京用神經毒劑 諾維喬克毒害 納瓦尼的盟友認為 納瓦尼是被謀殺的 當局拒絕交出遺體是為了掩蓋事實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 田園綜合報導 小川祖翔議員 裝扮稀 tamén